你注意到临时供摊面积的问题了吗? 购买临时时,包装越来越大,但实际可食用的部分却越来越小 临时供摊面积已经成为让人痛心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,临时的包装越来越大,但实际上我们能够食用的部分却越来越小 想象一下,当你购买一包薯片时,你可能会发现薯片的数量明显减少,但包装却变得更加庞大 这就是临时供摊面积的问题 我们购买的大部分零食,如薯片、饼干等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虽然包装看起来很大,但里面的零食数量却少得可怜 对于这种零食供摊面积的问题,我们需要采取行动 首先,我们应该关注零食的包装 如果包装过大,我们应该质疑其内部零食的数量是否足够 其次,我们应该比较不同品牌、不同种类的零食以找到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零食的供摊面积问题需要我们共同关注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为自己和其他消费者争取公平和合理的消费权益